现在装一台7000块钱的电脑 对比28年前花同样价格买的电脑 性能提升了多少倍 我人生第一台电脑购于1996年 北京中关村 当时花了7200块钱 是包含显示器的 当年玩大航海时代2 新建西侠传 红井 吉品飞车3 都是用的这台电脑 有同学想装一台和PS5玩游戏 效果差不多的电脑 也可以参考这个配置 先说CPU中央处理器 当时配的是奔腾100 好像是1000块钱 散片 频率是100MHz TTP功耗才10W 现在这个价位的电脑 包含显示器可以配到12490F 或者AMD的7500F 都是6核心 频率大概是5G左右 TTP功耗在110W 这28年小30年 CPU的频率提高了50倍 CPU核心数量提高了6倍 下面是内存 当时配的是8MB内存 在当时已经是很先进了 频率好像前端总线是66MHz 现在这个价位的机器 可以配到32G的内存 DD25 频率在6000 那这28年 内存容量提高了4000倍 频率提高了100倍 下面说硬盘 当时配的是C捷1G 速度应该不到10MB 现在可以配到2TB 速度是7000MB每秒 这是理论速度 那么这28年 硬盘容量提高了2000倍 速度提高了700倍 下面说响卡 响卡这28年变化很大 当时买的响卡 型号不记得了 品牌更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叫什么3D加速卡 有1MB的显存 后来我知道 它的性能和价格 类似于Traden的9685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规格 我就拿1995年发布的 NV1代显卡做参考 NV1显卡用的是500纳米工艺 晶体管数量是100万 TDP功耗大概2W 纹理填充率0.08 现在可以买到4060Ti 8G显存 或者6750GRE12G显存 我们以4060Ti为例 频率2500 就是2.5G TDP功耗160W 纹理填充率324 晶体管数量385亿 工艺是5纳米 这28年显卡的变化 晶体管数量提高了3.5万倍 显存容量提高了1.2万倍 物理制造工艺小了100倍 功耗提高了80倍 纹理填充率提高了4000倍 显卡变化是很大的 下面说网络变化更大 当时想上网 可以配一个56K的modem 可以是内置的 也可以是外置的 上网费比较贵 既要花电话费按分钟算钱 又要花上网费 也是按分钟算钱的 当时的网吧 一小时要30块钱 这个可以做参考 56K的猫 每秒钟可以下载7K币 现在千兆光纤都普及了 包年不到1000块钱 每秒下载速度700兆 应该是有的 那这28年 网速提高了10万倍 资费下降 你们自己算 最后说说显示器 显示设备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14英寸的球面显示器 应该是1000出头 当时用的主流分辨率是640x480 颜色是16兆色 现在主流是27英寸 主流分辨率是4K 3840x2160的10比特 这28年 显示设备的分辨率从480P先到的720P 然后再到1080P 然后再到1440P的2K 以及现在的4K普及 屏幕一共经历了比较大的四代更迭 其实一个电脑还有其他硬件 比如串口鼠标 并口打印机 ISA声卡 AT机箱电源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记得当年有句话非常有名 电脑是通向未来21世纪大门的钥匙 很多家长吃巨子给孩子买了电脑 是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现在相对1996年已经是未来了 咱们现在用电脑都在做什么呢 生产力还是打游戏 那时候家长给咱们投的资 你感觉有用吗